结婚后真的不管就是如果没有跟婆婆住 是不是一定要打一副钥匙给公婆 这里面真正的两个心理的这个癥结 一个就是期待过高 就我刚讲的一开始就 我期待我的媳妇一定要怎样 然后媳妇呢对婆婆平良心说 当我们开始做媳妇 我们都先有一些心理的恐惧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安全感 都在兼顾自己的安全感 女生老师要打钥匙吗 很好笑 打与不打这个决定 其实做完的决定还是要沟通 对 然后沟通的人一定是男生 老婆媳妇一定是做好人 在我妈妈面前一定都是好人 那坏人都是我去做的